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宣布美国政府将通过进口外国奶粉并利用国防生产法 加速国内生产来应对美国的婴儿配方奶粉短缺问题 根据白宫发布的声明 拜登政府将在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的协助下 采购约38万磅澳大利亚配方奶粉制造商 Bob's Australia的奶粉 运输奶粉的两个航班将分别于6月9日和6月11日到达美国 此外 还有英国康多密尔等同于370万瓶的配方奶粉 也将于下周开始从英国运抵美国 6月2日美国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就控枪议案举行听证会 作为对近期美国多起大规模枪击事件的回应 议案内容包括打击大容量弹甲 以及没有序列号的私人制造枪支等 该委员会主席罗德纳德勒表示 美国民众正在祈求立法者针对枪支管控采取行动 而委员会中的多名共和党议员则对部分空枪规则表示反对 众议院最早将于下周对该方案进行投票 但由于受到多数共和党议员反对 预计法案将在参议院受到阻碍 美国男星强尼代普与全妻安博赫德互控诽谤 这场世纪官司于6月1日宣判 结果裁定强尼代普获胜 成功摘去家暴男无名 强尼代普与前妻安博两人于2015年互结联礼 但2016年感情生变 安博提出离婚并控诉强尼有家暴犯刑 导致强尼影视业重创 最后发展成两人互控诽谤局面 6年后强尼代普终获胜诉 法官裁定安博需支付强尼1500万美元 但强尼也需支付对方200万美元赔偿性补偿 6月2日洛杉矶县首例猴豆感染推定病例 已被公共卫生局证实 但仍在等待美国CDC的最终确认 洛杉矶公共卫生局表示 该患者被确认为一名成年居民 最近曾旅行 并与另一起涉及猴豆的病例有密切接触 患者出现了症状 但情况良好 没有住院治疗正与其他人隔离 截至6月2日15时 中国四川庐山6.1级地震 共造成1.3万人受灾 4人死亡 41人受伤 6月2日下午 应急管理部召开视频调度会 了解抗震救灾工作进展 中国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向四川省紧急玉博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3000万元 支持地方开展抗震救灾工作 截至目前 四川省消防总队 省森林消防总队 安全生产专业队伍 解放军和武警部队 医疗救援 通信电力 社会救援力量等应急救援队伍 共3216人 协行4300余台车辆装备 会同亚安当地4600余名各类救援力量 正在紧张有序开展应急救援工作